劝中国对各国让步切勿胁迫周边国家 新加坡这个国家虽然地方不大 但是上面的人口气却不小 大家好 欢迎收看马超说 那么一直以来新加坡这个国家 就被视为是骑枪派的一个典范 但这并不是一个贬义 而是一个宝义 李显龙能够带领着新加坡这个弹丸之地 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 这个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然而他的接班人似乎并没有把他的功力学过去 在这次访美之旅中 已经被外界视为李显龙接班人的黄寻才 除了对新加坡与美国之间的防务合作 做出积极的回应之外 他还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发表了一些看法 那么在黄寻才的眼中 中国当前在维护自身海外利益时 非常的强势 所以这会让中国看起来非常的具有一个攻击性 为此啊 中国必须学会如何节制和调整自身的行事作风 不要通过胁迫他国的方式来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力 如若不然呢 那各国势必会对中国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 黄寻才虽然嘴上说不胁迫他国是怎么一回事啊 但是我相信大家心里都非常的清楚 讲的无非就是中非两国在南海问题上发生的各种争端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 外界可以说是保持了一个高度的关注 但是像新加坡这样公开发声让中国怎么做的还是非常少见的 那么针对黄寻才这种对中国外交指指点点的行为呢 我们简单的聊两点 首先劝中国对各国让步不要胁迫周边国家 只能说这位新加坡的副总理啊 脑子或许还没有清醒过来 还沉浸在昨天的睡目中 或者说他的屁股已经歪的没有边了 一直以来南海纠纷就是菲律宾人单方面在搞事情 无论是仁爱骄还是中叶岛 都属于是被非方非法侵占的中国领土 那么面对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国家 中国在维护自身海外利益的时候 怎么可能会示弱呢 所以黄寻才在没有明确中美之间的核心矛盾之前啊 就妄称中国必须做出一些妥协 这显然是不公正的 中国在核心利益这块是根本不存在妥协可能性的 其次黄寻才这次拉偏价的行为啊 有点过于明显了 可能从新加坡自身的角度来看 无论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对抗 还是中非在南海的纠纷 都让他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总要面对着选边站的一个尴尬局面 既然我家在各国之间很难受 那就让中国做出一些让步 反正这对大家都是有利的 中国也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就敌视新加坡 说白了呢 中国以前对这些骑墙派的态度实在是太好了 导致新加坡这个国家虽然地方不大 但是上面的人口气却不小 针对出现这种情况啊 中国或许是时候该做出一些改变了 一定要让黄勋才搞清楚 对于中国来说 哪些东西是可以妥协的 哪些东西是寸步不能让的 好的本期话题到此结束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我讨论一下 我们下期见